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美最火新闻近在中文热点 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是2024年的6月26号星期三 欢迎来到中文热点节目的主播间 我是主播思思 先来看一下今天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16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家警告 川普上任将加剧通胀 三选一报川普或在总统辩论前宣布竞选搭档 飞移被ISIS带到美国 50人下落不明 CDC警告这种病毒风险加剧 纽约已超百例 看节目同时别忘了给视频点个赞 接下来就走进今天的中文热点 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 周二一份由16位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共同签署的公开信引起关注 信中警告称如果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在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当中获胜 美国和世界经济将遭受重创 公开信当中明确指出 拜登的经济议程远远优于川普的经济计划 经济学家们表示川普的经济计划 将使通货膨胀率上升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提出要对中国的进口产品实施更严厉的关税 这可能导致很多美国消费者日常购买的商品价格上涨 经济学家们在信中写道 尽管我们在个别经济政策的具体细节上有分歧 但我们一致认为拜登的经济计划远比川普的更为出色 我们相信川普的第二任期可能会损害美国在全球经济当中的地位 同时对国内经济造成破坏 尽管最近两年的通货膨胀压力有所减弱 但多项民调显示 不少美国消费者依然对食品汽油等商品的价格上涨感到不满 川普提出的政策包括对外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 特别是针对中国的产品 税率可能高达60% 经济学家们指出这些成本最终会以价格上涨的形式转嫁给美国消费者 川普的竞选团队进行反驳称 美国民众不需要这些脱离现实的诺贝尔奖得主来告诉他们 哪个总统能让他们的钱包更古 拜登的竞选团队则回应称 顶级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和商业领袖都明白 美国不能承受川普的危险经济计划 在即将到来的首场总统辩论当中 经济问题将成为拜登和川普讨论的重点 川普指责拜登会导致物价上涨和通胀 而拜登则批评川普的贸易政策 包括关税会刺激通胀上升 继续来关注大选方面的消息 NBC新闻援引四名知情人士周二报道称 前总统川普最早可能会在本周宣布副总统人选 甚至在周四的辩论之前 川普曾公开表示他打算在下个月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或大会之中宣布他的人选 但据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透露 最近几天川普竞选团队内部进行了高层讨论 希望将这一时间表提前并尽快为此造势 消息人士警告说这一时间表尚未最终敲定 决定仍可能在晚些时候做出 川普将于周四在亚特兰大与拜登进行2024年的首场总统辩论 并于周五赶赴维基尼亚州举行集会 而川普纽约封口费案的量刑定于7月11号 也就是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四天之前 NBC新闻指出这留给他有限时间宣布竞选搭档并为其造势 据NBC新闻此前报道 川普竞选搭档热门人选包括北达科他州长伯古姆 俄亥俄州国会参议员万斯 以及佛州国会参议员卢比奥 川普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表屑 他已经知道自己的选择 他的竞选搭档将出席由新恩在亚特兰大主持的辩论 而据报道卢比奥万斯和伯古姆预计都将出席 来关注边境方面的消息 三名美国官员表示 国土安全部已经将400多名从中亚和其他地方来到美国的无证移民 确定为关注对象 因为他们是由恐怖组织ISIS下属的人口走私网络带到边境的 官员们说虽然其中150多人已经被逮捕 但仍有50多人下落不明 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打算在找到他们之后 以移民指控逮捕他们 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说 自从几个月前ICE开始逮捕 被ISIS走私组织带到美国的移民以来 没有任何信息表明他们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 这三名官员说 400多名移民当中的许多人越过南部边境 被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PP释放到美国国内 因为他们不在政府的恐怖主义观察名单上 而且该机构当时没有掌握引起担忧的信息 但最近在俄罗斯发生的恐怖袭击 加剧了人们对ISIS及其分支SSK的担忧 最近几个月国安部一直在密切关注 来自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摩尔瓦多 吉尔吉斯斯坦 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移民 这些国家的SSK组织一直很活跃 两名官员表示 联邦执法机构对那些现在被确定为关注对象的人 并不感到恐慌 但出于谨慎考虑 他们将以移民指控优先逮捕他们 官员们表示 在被捕的150人当中 有些人已经被驱逐租境 还有一些人的下落是已知的 他们可能很快就会被逮捕 本月早些时候 ICE在纽约费城和洛杉矶逮捕了 从墨西哥和加拿大越境进入美国的移民与恐怖主义观察名单上的名字 相匹配的人数 占CPP所有逮捕人数的0.014% 育才下令营位于状元学区 英术才艺样样有科技前沿 好成才 请到育才学校来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热点 急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周二发布了一份健康警报 警告公众 今年美国感染登革热病毒的风险增加 与此同时 全球病例继续上升 这种病毒是由蚊子传播的 随着气候变化 给更多地区带来温暖的天气 蚊子活动的地理范围也在扩大 今年如此之早的大量病例引起了卫生官员对病毒传播范围的担忧 今年到目前为止 美国本土及其属地共报告了2241例登革热病毒病例 其中包括波多黎各的1498例病例 在病例超过历史记录之后 波多黎各于3月份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据CDC称 各州报告的大多数病例都与旅行有关 波多黎各的病例当中 有745例是在美国旅行者当中发现的 今年1月以来 佛州 纽约州 麻州 加州 克罗拉多州 亚利桑那州 哥伦比亚特区等州的确诊人数也超过了预期 其中佛州确诊人数为197例 纽约州134例 大多数病例不会导致严重的症状 但大约四分之一的感染是有症状的 这些病例可能有轻微或严重的症状 包括发烧 头痛 恶心 呕吐 皮疹 肌肉和关节疼痛以及少量出血 大约每20例当中有症状的病例就有一例病情严重 通常需要住院治疗 并可能在几小时之内迅速发展 严重者可能会导致出血 休克 器官衰竭甚至是死亡 今年全球登革热发病率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国家 已经报告了970多万登革热病例 根据CDC的数据 这是2023年全年的两倍 来关注食品安全方面的消息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表示 由于潜在的里斯特军污染风险 一家主要的冰淇淋生产商 召回了多个品牌的产品 FDA表示 由于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 马里兰州的Totally Cool公司 已经召回了十多个品牌的产品 包括Friendless 好食 Genis和Frozen Farmer的冰淇淋产品 FDA在发布的警报当中说 迄今为止还没有有关疾病的报告 FDA表示 由于FDA抽样发现存在 里斯特军 Totally Cool公司已经停止生产和销售 受影响的产品 此次召回不影响Totally Cool生产的其他产品 购买任何受影响产品的消费者 都可以要求全额退款 受影响的品牌之一 Tahaka Brothers Ice Cream表示 他将两种受欢迎的冰淇淋口味 蜂蜜全脉和酸橙派的生产外包给了Totally Cool Tahaka在一份声明当中说 虽然我们的冰淇淋当中没有检测到里斯特军 也没有在Totally生产的任何冰淇淋当中检测到 但出于谨慎考虑FDA要求全面召回 该公司表示将立即开始在自己的工厂生产这两种口味的冰淇淋 FDA表示 里斯特军可以导致幼儿体弱或老年人 以及其他免疫系统较弱的人受到严重甚至有失致命的感染 FDA表示 里斯特军感染的症状包括高烧严重头痛 僵硬恶心腹痛和腹泻 里斯特军感染可能会导致孕妇流产和私产 特斯拉周二再次召回其Cybertruck电动皮卡 以解决可能松动的装饰件和可能失灵的前挡风玻璃雨刷器的问题 这已经是该车型去年11月30号上市以来的第四次召回 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周二发布的文件当中宣布了新的召回 两项召回都各自涉及一万一千多辆皮卡 特斯拉在文件当中表示前挡风玻璃雨刷的电机控制器 可能会因电流过大而停止工作 雨刷器失灵会降低能见度增加发生撞车的风险 该公司表示 据其所知没有因该问题导致的撞车或受伤事件 特斯拉将免费为车主更换雨刷电机 车主将于8月18号收到信函通知 在另一项召回当中 皮卡车厢上的一个装饰件可能会松动并飞出 对其他驾驶者造成危险 特斯拉在文件当中称 装饰件是用粘合剂安装的 工厂可能没有正确的安装 该公司将更换或重新加工装饰件 使其保持原样 车主也将于8月18号收到信函通知 以上就是今天中文热点的全部新闻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点赞关注 你也可以点击屏幕下的小铃铛 更及时地获得新闻推送 那么在下期节目再不见不散 预卫生行 美国花旗生 中美陆路通服务 美国下单 中国三天收获 布鲁伦分店6007 巴塔道新章 及庆祝双清洁 精选瓶装身 买衣送衣 资深地产专家陈静 经销上万套曼哈顿豪宅 纽约安家请电陈静 917-699-9629 意外伤害 我们来帮你 保罗爱里斯律师楼 718-785-8080 718-785 帮你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